市長今天請假伍田老師出國去散行嗎 我陪我太太啊 再走一走 難得有時間陪她嘛 對不對 把一點時間還是留給太太吧 市長您在疫情期間有多次聲援郭董採購BNT疫苗 那昨天郭董啊 他也說就是還好後來是總統的恩准 那是否認同這個 郭董他這樣子說 蔡英文是恩准BNT疫苗這樣進來的一個說法 那新北最近有缺疫苗嗎 有沒有在爭取採購 新北市這幾年來 因為疫情算是比較嚴重的地區 那當時因為疫苗 都是跟中央的撥補為原則 那持續到現在 新北市都一直鼓勵我們市民朋友 趕快來施打我們的疫苗 因為如果讓疫苗多增加保護力 我們疫情就可以得到控制 所以這幾年走下來 我們大概都用這個方式 鼓勵市民好好的來打疫苗 那郭董有關編輯的言論 也被解讀說是要選2024的其手勢 郭董其實對整個台灣的經濟產業的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導人 那這幾年我看他也為國為民 關心了很多的國家大事 我覺得只要為國為民努力做事 我們都值得給他肯定 賴副總統今天跟新北出發 向黨員去報告 那選在新北被質疑說是針對你來 那你怎麼看 很好啊 我相信他選擇三重 他也可以聽到三重 很多的建設西亞賴副總統 去幫我們爭取經費 我們三重 我說要蓋一個現代化的市民科技圖書館 三十億 那還有如南如北 要大開發行政內政部 手續還停在那裡 以及我們很多的地方的基礎建設 都有在賴副總統 以副總統之爭 幫三重去爭取預算 幫三重去做好行政協討 讓三重更快速發展 所以我非常謝謝賴副總統 到三重來 聽起三重的聲音 這主要相信三重的民意代表 一定會反應這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 如果幫我們解決 我們讓三重發展不是更好 更棒嗎 謝謝賴副總統到三重來 記得這幾件事很重要 現在新北議長連任 好像是有出現一些難題 你是不是特別趕回來協調 其實議會有他的一個選舉的方式 那議長跟副議長的產生 我們就尊重議會吧 小內閣的人是什麼時候要公布 距離的時間點在哪裡 最主要為什麼會比較慢一點 因為有兩個因素 一個是因為我們新北市 很多的國家人才 被其他單位看中了 我都樂於他們能夠積極的 來大家共好 所以要其他的幾個縣市 正式宣布 那我們才會在他之後宣布 就像我們公務局長 詹榮峰到桃園當秘書長 也是這兩天才宣布 我總不能我宣布我的詹榮峰 要去當別人的秘書長 所以為什麼新北市會比較慢一點宣布 因為確實我們很多的 能做事也肯做事 也願意到其他各縣市 積極的去努力 為國家人民做事的好幹部 等他們公布完我就會公布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最近這幾年下來我們的團隊 其實都是以內生為主 外捕為 所以外捕的機率並不是很高 因為我覺得我們裡面 人才忌跡 及早高升了 護機長可以上來就頂上來 這樣讓我們團隊的士氣 會更往前走 當然我們在這現階段 如果也許沒有適合的人才 我們就會從外面來找 那基本上我們現在的人士 大部分都已經 這個 所有的這個徵詢都已經完了 所以會在今天或是明天 這兩天就公布 因為我也在等外線市大概 沒有再公布的話 我們就換我們來公布吧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呢 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 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 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搶好康喔